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同时今天也是台湾的清明节 愿上帝的恩典就与我们 以及我们所纪念 所思念的人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深刻的明白 你在我们生命的旨意 并且让我们更深的知道 我们需要去纪念我们生命的来源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主要听读的 今天的经段是 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不过我在这里 只要从第二节读到第十二节 除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 占卜的和长老 武士夫长和尊贵人 模式和有巧意的 以及妙行法术的 主说我必使孩童坐他们的手里 使婴孩侠管他们 百姓要彼此欺压 个人受灵舍的欺压 少年人必武慢老年人 卑贱人必武慢尊贵人 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 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 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那时他必扬声说 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 因我家中没有粮食 也没有衣服 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 耶路上人败落 犹大 倾倒 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 与耶和华反对 惹了他荣光的眼目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 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 并不隐瞒 好像索多玛一样 他们有祸了 因为作恶自害 你们要论义人说 他们必想胡了 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解的果子 恶人有祸了 他必遭灾难 因为要照自己所所行的受报应 至于我的百姓 孩童欺压他们 妇女侠管他们 我的百姓引导你的 使你走错 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先知以赛亚 在论到伊路撒冷城 后来的混乱 这个混乱 其实是一个颠倒事件的一个历程 因为上帝要除去人 真正所依靠的 而这个混乱 事实上在每一个世代 当乱世开始的时候 它就不断的出现 就成如 我们如果知道 过去曾经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文化大革命 所发生的悲剧 就是 儿子甚至要斗争 父亲 而人们要互相控诉 互相控告 因此在这个地方所展现出来 先知以赛亚 所展现出来伊路撒冷的悔 正在说明这件事情 他说 我必使孩童坐他们的首领 使婴孩侠管他们 这在说什么 这在说 那个世界的秩序是颠覆的 而这个颠覆 其实是活生生会产生在 犹大未来的世界里面 而这个耶路撒冷的颠覆 其实正是表明 过去的人 过去的这些官长的错误 他们不听上帝的命令 不听上帝的话 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那么 未来上帝必拿走 他们的权柄 跟荣耀 就成为牧师刚刚所举的文化大革命的那样的例子 那个社会的秩序是颠倒的 人跟人之间是没有情谊的 因此 在那样的社会现象里面 是展现了使出人所依靠的权柄 人所依靠的权势 其实是不可靠的 因为人要凭自己的权柄 要压制别人 如果那个权柄不是来自于上帝公正的应允 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喜爱 那么 那个权柄造成的 只是人心的败坏 那个权柄造成的 只是城市的破坏而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看台湾所身处的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人心败坏了吗 人们因为掌权而骄傲了吗 人心是不是不够谦虚 在上帝的面前呢 因此我们要定睛去看见 这些坐上位的人 他们是怎么展现他们的权利 而他们是如何的高傲 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凡高傲的上帝必让他加违背 因此在这里所展现的社会面貌 也正真实的凸显 我们所深情的世界跟社会 要小心 要小心你所掌握的权柄 若那不是来自于上帝的 上帝会让他作恶自害 就成为今天的境界再告诉我们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更谦虚 并且知道 今天所掌握的并不是明天我就能掌握 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允许 如果不是上帝掌权 那么我们都不算什么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其宝贵 求主让我们深知 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明日 不尽然我们能够拥有 因此我们要向你献上敬拜 我们更要在行事为人 在当我们有能力去做出什么改变的时候 尽力去做 但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 而是因为你允许 并且要我们去行 求主帮助我们行出那些善的 并且让这个社会 让我们所在的地方 能够展现上帝的荣美 我们在这里先上感谢祷告 我给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